網上戰爭中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要先帶您來看到 立法院的最新情況 國會改革法案在今天下午的4點59分 由院長韓國瑜宣告三讀通過 而其實現在在青島東路上 也可以看到不少民眾開始逐漸聚集 但是我們要先帶您來看到的是 現在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其實在完成三讀通過之後 立法院會在短時間之內 將內容送到總統府及行政院 由總統在10天內發布 但是綠營民間黨的部分 也會執行反制 全案經過二讀 現在請三黨團幹部 到議場後面主席室 我們進行溝通 立法院長韓國瑜話都還沒講完 兩側藍營立委迅速高舉手板 綠營立委發射紙飛機朝主席台飛去 卻不影響一小時後的三讀程序 宣布通過之後 藍營立委官身雷動 28號下午4點59分 藍白聯手提出的立院職權新施法 全案三讀通過 內容包括藐視國會罪 國會聽證調查權 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 僅強化人事同意權通通過關 而通過之後 民黨立委為拖延戰線60人登記發言 每人都有兩分鐘時間 但三讀通過之前多次出現火爆場面 怕的一聲 直播中的藍營立委羅志強手機 被民進黨立委邱憶瑩 拿扇子扒下去 你心裡有怕過要 嘿嘿嘿 嘿嘿嘿 對著羅志強就要嚇嚇出手 把手機拍掉 藍營立委徐小新健壯衝上前去 一手抓住邱憶瑩的衣靈 一度爆發激烈推擠 只是光個立院職權行政法 經院會適度討論 才完成三讀 不少立委似乎都有點彈性疲乏 在翻譯台上 嗚了好幾聲 藍營立委陳雪晨 完全忘記麥克風 是開的一旁的 綠營立委郭國文 中嘉賓更直接放飛自我 在議場上大跳晚安 大小姐嚴肅之餘 仍不忘展現 輕鬆一面 TVBHL李貴 許阿瑞鋒 小組台北報導 而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王毅川呢 之前在政論節目表示說 其實現在 在青島東陸這些年輕人 其實可以用一些 手機定位的方式 其實來確認說 跟之前十年前 太陽花族群是否相同 不過此話一出 立刻引發爭議 尤其是國民黨的立委 陳玉珍就痛批說 這樣不是用手機來監控人民嗎 還說老大哥回來了 我們過了 那今天剩下 接下來還有 很好的 郭文要來的 直接跑到綠營 立委門前嗆聲 因為陳玉珍質疑 民進黨公然用國家機器 監控人民 台道有沒有來 小島市道有沒有來 可以這樣挺身嗎 原來前一天 陳玉珍跟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一同上節目 王毅川透露透過手機訊號 可以獲知參與者的年齡 而且比對517的活動 訊號小草沒有跑 他為什麼可以拿到 左右每個人在手機的機器台訊號 知道你上次有沒有來 下次有沒有來 是意圖做什麼 對民眾做什麼監控 機信令資料 來做人流的觀測 是產業界做市場分析很常用的方法 這也不是國家機器 因為叫陳玉珍說得很疼 講幾遍他也聽不太懂 那如果陳玉珍搞不清楚 你可以問侯友宜跟盧秀燕 對此 新北市府則回應 確實活動期間會向電信公司購買 手機信令訊號統計推估人潮 但資料已經去各自化 台中市府沒有回應 那王毅川口中的數據 是民進黨購買以收集輿情嗎 我自己有這些做市場分析的朋友 大家聊天會聊到 這一頭國民黨指控民進黨黑箱監控 民進黨則反應要國民黨 配合國台辦強推法案搞政變 邱穎爆料自己拿到一份 中國智庫給國台辦的報告 內容提到端期內藍白要合作 推動包括強化國會功能等 這就是國民黨在發動的政變 民進黨前驢技窮 已經沒有話可以說了 到了最後只剩一招就要抗中保台了 國會改革手法戰場 遍地烽火 TVB的新聞 李國正確煥柔 台報道 而在今天上班時刻 其實很多人都被大雨干擾了腳步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是受到封面影響 在苗栗其實出現了非常多 讓大家覺得可能有一點麻煩的情況 第一個像在苗栗 你看到這個畫面 黑車進入到下水道裡頭 而且這個駕駛只能站在車頂上 就是因為雨下太大 地下道積水 連帶也讓車子拋錨在地下道裡頭 另外一個地方是苗栗的頭份 有家長要送小朋友上學 也是只能涉水前往 苗栗清晨下起暴雨 珠南鎮一觸地下道淹水 沒想到有台黑色轎車 沒看到封鎖線轉彎誤闖 半台車直接泡水駕駛受困 警操貨報道場射水 走進地下道將人救出 索性車主沒有答案 而方面通過氣象鼠一大早 就針對苗栗竹南頭份等地區 發布一級淹水警戒 水淹到突然天下太急淹掉 然後我們在封路的時候 那部車就逆向進來 結果在那邊淹到 警方鎖定會淹水的地下道 在路口拉起封鎖線 但還是有車輛誤闖進去 另外苗栗光是從早上7點 就下起短延時強降雨 短短五個小時內 累積的雨量破百毫米 苗栗縣消防局也統計 光是在上午就接貨了 六件地下道積水 還有五起倒入淹水的情況 頭份市區排水不及 一度還出現淹水情形 有家長要帶小朋友上課 為了避免小孩的鞋子濕透 只能夠背著走 我今天一天淹進去 昨晨於是來得快去得也快 沒有釀成重大災情 TBBA新聞謝國金料反映 苗栗採訪報導 其實受到封面影響 還好很多地方 也都出現了土石攤盪的狀況 要帶您持續看到 是南投山區 新鄉頭九五線道 在這邊發生了土石流 而且讓道路一度雙向中斷 另外在蘭嶼也出現災情 梅雨封面通過也為南投山區 帶來了豪雨滾滾泥流 重新一箱頭九十五線道旁邊的 山坡上滑落 當地居民見狀嚇壞了 馬上停下蔡元裡守邊的工作 回家避難 雖然目前沒有損失 但突然降下暴雨 也讓當地住戶直呼超級可怕 而隨著雨勢越下越大 土石流也整個崩落覆蓋路面 造成雙向交通一度中斷 警方也拉起封鎖線 避免有人遭受波及 鄉公所也馬上通知廠商搶修 先開通以線道讓車輛通行 槍長表示由於河床的水量飽和 加上寒冬過小 所以一下起大雨就容易出現土石流 將在雨勢過後修建 避免再發生類似情形 另外封面往南移 外島藍雨也出現了強勁雨勢 土石流向岸邊還有機車騎士受困 當地民眾互助幫忙移開水管 避免影響通行 而水利一數下午過後 針對藍雨發布了兩次的淹水警戒 當地的食雨量更是超過80毫米 而雨水也淹沒了環島公路 當地公所也成立了應變中心 隨時掌握災情 TVB的新聞劉景恩 陳家貴 南投台東採訪報導 再來國際新聞的部分 要大家持續關心到拉法目前的最新智能 在哈馬斯射擊飛彈 針對台拉維夫之後 以色列馬上進行反擊 但倒霉的就是拉法式的人民了 我們就來看到在5月26號的時候 以色列進行反制在深夜的時候空襲了拉法的難民營 總共的死亡數字已經來到了45人死亡 還有249個人受傷 數字是不斷地在網上飆升當中 但是大家又在質疑以色列說 明明你有更好的反制的方法 但怎麼又再瞄準 老弱婦孺 尤其又是難民營 雖然以色列之前的說法是 他們是針對一個資深的 高級哈馬斯官員的帳篷來進行射擊 但是沒有想到他們的最新說法是說 雖然精準的打中目標 但是彈出來的碎片點燃附近的燃料箱 引發大火 事實上從這個圖 你也可以看到說 整個難民營可以是被大火複製一去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這個難民營本身 他的結構 他的建築就已經非常的簡陋了 現在再遇上大火 這些難民到底要何去何從呢 針對這件事情 納坦雅胡是怎麼解釋的 以色列總理說 這樣子的不幸意外 其實在描述這樣的事件 但是也一再強調說 是成功擊殺了兩名的哈馬斯高層 但是對美國的角度來說 真的是非常尷尬 尤其在人道主義 還有他們本身跟以色列的交情上面 一直都是拜登身上 非常成重的包袱 他曾經警告說 這個以色列 如果你再持續攻打拉法的話 我要停運一些軍員 一度認為成功的影響以色列 但是恐怕是讓美國政府 被以色列的行為是再度打臉了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是 接下來美國有沒有可能 進一步的來深入 而且來加強管制呢 美國媒體就說了 現在美國正在評估說 在這一次攻打 而且攻擊拉法的行為當中 以色列是不是已經踩到紅線 接下來軍員的腳步會不會跟著影響 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評估 但是在昨天台灣時間的深夜的時候 其實也看到了在5月27號 以色列軍方也跟埃及軍警發生了衝突 衝突的地方就是拉法關口 當時是以色列的軍方 還有巴勒斯蘭的人 有一些衝突的情況發生 驚動了當時駐守邊境的埃及軍警 沒有想到在交火的狀況之下 也導致埃及的邊境衛兵死亡 但是從各個國際媒體的分析來看 包括是金融時報就說了 從這次的官方態度來看呢 其實埃及的官員是刻意的淡化說 沒有啦 這是一個小事情 而且在以色列的態度 也是希望大事化小 甚至聲稱說 這樣的事件沒有政治的意義 也沒有意思要把這樣的事件 再度的往上升級 不過現在拉法的狀況 當然還是國際社會非常關注的 除了剛剛提到說 美國可能會針對這件事情 來暫時停止他們的軍援之外呢 包括是在黎巴嫩還有法國 也爆發了嚴重警民衝突 揮舞巴勒斯坦國旗 美國紐約週一反以色列示威 不為細語高聲抗議 在法國巴黎場面更激烈 閃光彈巨響民眾紛紛握住口鼻 街頭煙霧瀰漫 因為警方發射催淚 但驅散情況更加混亂 這股力挺加薩的聲浪 不只在歐美遍地開花 北非也掀起示威活動 而警鈴戰火的黎巴嫩更不用說 抗議者遭狠甩在地住黎巴嫩 埃及使館前警鈴衝突 會引發重怒 就是因為以色列前一天 大舉空襲加薩拉法 目前罹難者攀升到45人 尤其被炸地區都是安全地帶 以色列面臨各方質疑 但以色列政府發言人 另一頭還在合理化攻擊行動 怪罪是哈馬斯導致傷亡 現在連盟友美國也不開心 軍事行動不只可能影響美國軍援態度 歐洲領袖也譴責 西班牙 愛爾蘭 挪威要求 國際約束以色列 終結對加薩百姓的攻擊 TVB新聞報導 而在俄烏戰場上 現在持續戰上風的還是俄羅斯 尤其根據俄羅斯的美日簡報會 他們報告的內容是說 包括是哈爾科夫的村落 伊萬諾夫卡 還有這盾內刺客的村落 叫做內太洛臥 這些地方呢 其實俄羅斯都非常有信心 把它拿下來 但是呢 烏克蘭也不是好惹的 透過行動證實說 他們的武器是有辦法 深入俄羅斯的 因為烏克蘭的消息人士就說了 在5月26號這一天呢 烏克蘭的一架無人機是深入了 俄羅斯的奧倫寶州 而且呢 在這個奧爾斯克市這個地方 他的預警雷達系統也偵測了 但是其實在這樣子的意義上 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這一次的行動 大家會特別關注特別討論呢 主要是他的飛行距離非常長 來到了1800公里 也創下了烏克蘭軍隊的最遠記錄 其實這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 代表說其實光是靠烏克蘭自製的武器 就有辦法打擊到俄羅斯的境內 當然其實政治還有軍事上的意涵 都是非常濃厚的 但是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的話 現在壓力最大的 當然還是澤倫斯基了 澤倫斯基出訪西班牙 他還是希望透過公開喊話的方式 獲得更多西方力量的支持 他說西方應該運用一切的手段 逼俄羅斯跟他們來和平談判 甚至其實在之前 北約的秘書長也持續在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開放 這些西方軍援的武器 讓烏克蘭可以來攻擊俄羅斯境內 在之前一直到現在都是有限制的 現在澤倫斯基也加入了 這個呼籲的行列裡頭 吸壓了一些合作夥伴 包括歐洲 包括美國 讓他們可以解除禁令 有機會來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不過到底雙方和談有沒有機會呢 據傳現在俄羅斯總統也放出風聲 要讓兩國可以坐下來談 俄羅斯週末在出售鎖定 哈爾科夫市的大型五金賣場攻擊 攻擊時間還選在大中午 根據賣場監視器 許多民眾毫無預警 突然間賣場屋頂就被炸穿冒出巨大火光 許多人不幸命喪炮火 烏克蘭指出俄羅斯又使出相同的儘量使用航空導引炸彈攻擊 而且還投下兩枚諷刺的是悲劇前俄羅斯總統普欽才釋出這個消息 聲稱願意就當前現實基礎與烏克蘭停火談判 事實證明俄羅斯還是說一套做一套加大血型攻勢 烏克福烏軍人謹慎使用所有的彈藥避免浪費 英國天空新聞記者來到神秘地點直擊烏克蘭加緊訓練新兵 練習使用英國提供的N-LOG輕型反戰車武器 另外俄羅斯境內的貝爾戈羅德 周末又響起空襲警報 烏克蘭對貝爾戈羅德州持續打擊 逼得當地民眾又得摸黑逃難 緊急狂奔到附近的防空洞 俄羅斯說 姨姨姨快速地出發 我們把所有彈藥避開 砍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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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英國當局鬆口 烏克蘭有權使用英國武器攻擊俄國本土 為了提升全民防衛意識 現在英國也考慮要恢復一年徵兵規定 至於不想當兵的 可以選擇每個月花一個週末的時間參與社區服務 鐵新聞 宋福報導 而中國大陸壓迫台灣 其實除了之前的危台軍演之外 現在還有下半場的動作 是什麼呢 就是實彈演習 我們先來看到解放軍 將會在東海進行實彈演習 而且這一次非常罕見的時間 非常長拉到了20天 如果我們把整個時間序列排出來的話 要先帶來看到大家很關注的 就是5月23 24號共軍的危台軍演 在當時是沒有任何的實彈演習 卻有透過一些模擬的畫面 來呈現攻打台灣的狀況 但是這樣子的危台軍演還有下半場 現在就是浙江的海事局航行警告說 在5月27號跟6月15號這個期間 每天早上的8點鐘一直到下午的6點鐘 這個區塊東海寧波向山的沿海要進行時代射擊訓練 所以說任何的船隻都是禁止進入的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地方寧波向山 其實跟台灣還是有點距離 但是這一次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剛剛說到時間拉長到了20天 相當於3個禮拜 這在很多的國際專家 還有政治專家 軍事專家的眼裡 看上去都覺得相當的罕見 但是其實似乎也並不會太意外 因為根據這個軍事專家 他們的看法來說 這一次到底是什麼部隊 什麼類別 什麼科目 基本上都還不明朗 但是他的看法是說 這一次的實彈訓練是連續兩天的演習後續 也是對台施壓的一部分 因為他說軍事行動一般來說有攻有守 基本上之前圍台部分就是攻的部分 這一次的實彈演練就是守的部分了 所以以他的觀點來說就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其實以在整個中國大陸的周篇海域的活動來說 大家還是特別關注到就是南海情況了 大陸的海警局宣布說 從6月15號開始會有一個新的動作 就是涉嫌違法進出中國領海的外國人 海警可以依法拘留最多60天 等於是兩個月 另外在這之前 南海全球盾位最大的中國海警船 也在南海線中 大陸在台海 南海 黃海等問題上 近來持續存在爭議 氣氛緊繃 中美針對涉海問題保持溝通 避免誤判 外交部今天發布消息 5月24日第二輪中美海洋事務磋商 以視頻形式舉行 大陸呼籲美方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不要介入中國與鄰國的海上爭議 美國國務院則回應 美國支持維護國際海洋法 關切中國以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為 干擾其他國家在公海航行的自由 並重申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西方社會高度關切 大陸是否持續擴張海權 為深入貫徹落實海警法 規範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 15號 中國海警局發布第三號令 公布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 翻譯成白話文 就是從6月15號開始 中國海警可拘留 涉嫌違法 進出中國領海的外國人最多60天 菲律賓急得跳腳 揚言 如果大陸逮捕菲律賓漁民 非方勢必採取抵制行動 港媒報導 大陸已在南海 部署排水量1.2萬噸 怪獸級 號稱全球噸位最大的海警船 5901號 5代表支隊編號 9代表排水量超過9000噸 後面01代表船隻編號 這艘身長165公尺的艦艇 24號就出現在黃岩島附近 被外界視為是大陸大動作落實 新法上路 美飛陸戰隊20號到26號 進行聯合軍演 演練一小時內 你看到這個偏黃色偏紅色的地方 對流比較旺盛的區塊 所以說這個封面鎖到的地方 其實也讓當地帶來了非常明顯的雨勢 尤其這個封面再加上低氣壓的影響 讓很多日本的地區也都能感受到 非常劇烈的降雨 我們先來看到鹿兒島的部分 這邊發出了土石流災害警戒 24小時的降雨 降下了多少呢 217mm 其實在這個等級 以換算成台灣來說 就是已經達到了豪雨等級 是可以發布豪雨預警的 另外在石川還有河哥山線呢 也發出了避難解釋 以及這個東海地區 在這邊恐怕也因為會出現一些線狀對流 而導致更多的災害 而天氣不好 當然影響到了海上 以及空中甚至陸地上的交通 我們先來關心到陸地交通的部分 包括芝芽九州 芝芽西日本部分 是出現了停止情況 還有在空中交通的部分 日航 全日空 也取消了部分的雨田機場航班 總共影響了5300名的旅客 但是其實對日本來說 接下來還有特別的天氣變化 要注意到的 就是中台馬上要往日本的東部海岸前進 雖然在逐漸北上的過程當中 它的強度會慢慢的減弱 但是呢 其實它已經為菲律賓因 帶來了非常明顯的災害 包括是艾維尼這個颱風 它的強風暴雨 至少在當地做錯了七條性命之外 也讓機場還有海港是出現了關部情況 在當地有很多的地方 電力也都是中斷情況 這是最新消息提供給大家 但是接下來另外一個天災現場 要帶大家來看的是太平洋的島國 叫做巴布亞牛幾內亞 在這邊你從圖上看到 這裡發生了致命性的山崩 現在當地的居民都趕快 還有救援單位進到現場 希望可以還跟老天爺搶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的山崩規模非常大 據傳有2000人被埋在土石堆下 所以現在相關的救援單位 媒體已經到達現場 但是非常悲觀的是 要救出來的人數 恐怕還是低於大家預期 岩石和土壤持續從山上崩落 巴布亞牛幾內亞的偏遠村莊 上週五發生毀滅性山崩後 救援過程土石持續崩落 因為缺乏大型機具 當地人只能拿桿子和鏟子 徒手挖掘救人 整個村莊哀痛哭泣 因為已經搶救五天 過了黃金救援時間 遭火埋的兩千多人 恐怕凶多吉少 前後對比衛星照片 就可以看到大範圍的土石 嚴重流失 當地政府已正式向國際求援 儘管澳洲與大陸表態願意幫忙 但是主要道路貪方交通中斷 搜救團隊想要進入也很困難 深夜山崩來襲村民在睡夢中慘遭活埋 這場災難疑似是暴雨沖刷山體引發土石流 火埋兩千多人目前只挖出六具遺體 加上事故地點正在滲水 收救行動相當困難 TV新聞綜合報導 前進的話題我們要帶來關心到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到底何去何從呢 尤其現在美國針對中國的電動車增加了高關稅 另外針對補貼的部分 歐盟也正在進行調查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只能賣去哪裡呢 從數據上來看答案就是巴西了 我們先來看到路透社的報導說 引述相關的數據 其實中國大陸在4月份出口到巴西的 包括純電動車還有插電式的混合動力車 銷量都比去年增加多少呢 哇13倍這麼多 而且這個數字已經來到了4163輛 已經連續兩個月達到了他們的最大市場 1月份的時候其實只有排到第10大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這個暴震的數字非常驚人 但是這麼多的中國大陸電動車賣到巴西去 他們自己當然有所警覺 有所意識 但是我們要先來看到中國大陸的車廠 他們的布局是什麼 當然還是希望可以落地生產了 以中國大陸的汽車製造上來說 在巴西是擴大投資 包括是比亞迪在當地要製造一個 複合式的製造基地 預計在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初 就可以來進行生產了 還有長程汽車的部分 他們部件的廠房在這個月就要開始運作 但是要防止中國大的電動車大量傾銷的狀況之下 巴西政府在之前就非常鼓勵說本地生產 所以說從今年1月份開始就調高了關稅 在1月份的關稅當時其實只有10個百分點 但是接下來在7月份會再度調高 如果以電動車的狀況來說的話呢 其實會調到18個百分點 但如果是混合制的電動車 其實調升的幅度又更高的 但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在2026年的7月份 要調到35% 所以保護本土的汽車產業的意味 對巴西來說還是非常濃厚的 但是其實我們從這個相關的 中國大陸電動車的出口數率來看的話 在今年1月份到4月份 包括在西班牙 法國 荷蘭 挪威 這個他們進口 中國到了電動車的下滑幅度是最大的 還有歐盟反補貼調查 也打亂了大陸的出口節奏 所以現在他們只能寄望 包括是南美洲 澳洲 還有東西的市場 可以維持他們過 可以消耗他們國內這個比較過剩的生產量 也為外找出一個新的出口市場 但是以電動車的市場來說 中國大陸的專家也提出警訊說 現在的重點是要特別注意到電池的壽命 電動車一上路最怕遇上沒電了怎麼辦 不怕不怕充電救援一call out 馬上出現看準里程焦慮衍生出的新商機 任何的環境下都有可能會碰到意外 電突然間沒電 車子擺放到沒有電等等諸如此類的 那你與其你要讓脫調車去進行脫調 那你可能還會增加了 承擔了脫調的風險 例如說車子在脫調的時候 可能會有損壞等等的 甚至於也會有高昂的脫調費用 電動車來到2024年全台領牌數將突破6萬輛 不是家家戶戶都有充電裝 那就電去找人 不用以往大貨卡 攜帶式的方便抵達各種地方 只是電池壽命 車主也知道每充一次效能往下掉 中國大陸未來汽車董事長就曾指出 未來8年將超過1940萬輛 新能源車的電池過保固 這耗費的維修費將突破兆人民幣 他就呼籲解決電池壽命問題 刻不容緩 部分車主真的很有感 因為像他曾經換過兩次大電池 價格不菲 原廠是不會跟你告知這些內容這樣子 那你變成說你可能在外面開 你都覺得說反正我怎麼充電 好像這顆電池都屬於一個很正常的狀況下 你不曉得這顆電池什麼時候會壞掉 平板上面顯示說電池電量掉下來很快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電池即將就是無法充電 你就得花個五六十萬去處理這顆電池 如果在保固內當然是原廠會幫你處理 但是過保的話你就 我相信大家也不願意花這個錢 可能五六十萬大家花不下去 儘管免除一般油車的每一次保養 五油一水再加上耗材 五千到一萬公里就要進場 電動車里程數可以拉比較長 要太換的也沒那麼多 看起來省下不少錢 只是一換就是大條的 大電池壽命真的那麼短嗎 還是單純是充電頻率 就會擔心換上去的第一顆電池 就是可能撐不了多久 所以我就改變我的充電習慣 所以我才說我慢充變70% 然後超充可能就是有需要的話 用得到就2 30%這樣 可是還是壞掉了 電池保養其實這是一個 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 就是從台灣亦有電動車一直到 這五六年來大家都在討論說 我到底要不要把電池充保 我到底要什麼狀態下去充電 那其實電動車就跟任何的 電器產品一樣 最怕充保不用 電動車的大電池不像手機 是一個急於複雜的構造 看看這一大塊面板就知道 要壞掉不太容易 不必擔心超過保固 電池就出狀況 除非像這個已經出現鏽斑 它裡面你看 它很像有水生鏽 很像有水鏽那種感覺 尤其車林年份一久 電池的健康度沒人說個準 你想轉手又是棘手問題 現在有個盲點就是說 目前的這些老車 老Tesla 他們的殘值 已經不足以有這個金額 去幫它做維修 你在賣車前遇到這個狀況 如果有保固那事小 修好 原廠換好 你就可以賣掉 可是當你車子 在損壞 故障的狀況下 是沒有人願意去接手 你這台車的現況 對 所以說你這台車 如果說變磚了 一定要車子消耗之後才能賣 電池的維修比例 根據國外調查 雖然沒有那麼誇張 大約是1.5% 消費者通常不太願意 承擔這樣的風險 尤其二手買家 不過修車師傅也總說 晴雨保養 其實就能免除大部分狀況 TVB新聞中的榮歇輪 新北市採訪報導 西班牙蠻牛納達爾 再度的回歸法王 沒有想到出師不力 這個第一次在法王的首輪 就出局了 外界都揣測說 這幾年他因為上市的影響 頻頻缺賽 因此在今年恐怕也會是 他最後一場法王賽 西班牙紅土之王納達爾 在法王首輪對上世界排名第四的 德國網球好手茲維烈夫 這一球反手排出界 茲維烈夫成功淘汰納達爾 3比6 6比7 3比6直落3 納達爾生涯首度 在法王第一輪就出局 其實近年來納達爾被受傷勢折磨 目前世界排名已跌到275名 這次也是他投一回 以非總指選手的身份參加法王 在很好的程度 非常開心 當然是因為失敗 納達爾與茲維烈夫成交手10次 納達爾以7勝3負佔上風 沒想到這次卻輸得這麼慘 不少人認為37歲的納達爾 逐漸力不從心 可能今年就會退休 對於退休傳言 納達爾表示現在身體逐漸好轉 但是未來很難說 擁有西班牙蠻牛稱號的納達爾 過去法網戰極輝煌 除了參賽18次奪下14座冠軍之外 還創下112勝3負的神話紀錄 而在大滿貫首輪出局的情況 納達爾生涯只遇過兩次 分別是2013年的溫網 與2016年的奧網 由於賽層太過接近 為了避免救傷影響 納達爾恐怕會放棄出賽參加溫網 全力以赴直拼巴黎奧運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軍隊裡頭傳出了意外 尤其一名新兵是在晚上的夜間訓練的時候 突然昏倒身亡 但是當時的場景是怎麼樣呢 原來是連同大戰內總共有6名的新兵 在晚上被處罰 同時接受了軍紀訓練 他們被要求說要背著裝備 還有做伏地挺身 所以到底這當中有沒有牽涉到過度的操練 現在他們的軍紀單位也要加入調查 瞄準目標實彈操演 南韓陸軍紀律嚴謹 專注訓練卻驚爆有新兵入武身亡 這名死亡的菜鳥兵 上週23號晚間和另外5人 因為吵鬧被處罰 夜間進行軍紀訓練 沒想到訓練中卻突然暈絕 轉送臨近醫院搶救 經過兩天不幸身亡 同時訓練 南韓軍方到現在沒有回應 但根據南韓媒體報道 陸軍其實有規定 不能背着重达20到25公斤的装备跑步 当天新兵们却被要求全副武装 而且还做伏地挺身 确实不符合军中规矩 初步调查死者疑似有恒文机溶解的迹象 可能是高强度运动后引发这类症状 不过南韩陆军训练新兵出包 这个月还不止这一起 咒呼车赶往山上疑似训练途中 有新兵错误操作手榴弹引发爆炸 即将结训的新兵当场死亡 而一旁的士官则是重伤 意外连连让南韩陆军近期执行训练绷紧神经 TVP新闻得不到 在日本的歌舞祭地呢 在这边有大概300多家的男公关店 但是在疫情解封之后 他们想方设法想要多赚一点点 所以他们就锁定了这些单身女性下手 又偏他们掉进了爱群圈套 而且呢当这些单身女性过度的消费之后 当然还不出钱来 最后只能沦为性交易来赚钱 同时来偿还这些债务 东京新宿歌舞祭丁 晚间登红酒绿 但只要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掉进陷阱 年轻女性成为性工作者 只因为他们曾经爱上牛郎店的男公关 化名优的女子 在一次偶然机会中 以为自己遇上了梦中情人 男公关们使出浑身解数 花言巧语让顾客沉浸在粉红泡泡中 但牛郎店消费惊人 点一瓶香槟最高可能要600万日币 约合台币123万元 但仍有不少女性趋之若鹜 有牛郎就锁定单身寂寞的女性下手 尤是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身为临床医师的她 每天买手工作 生活枯燥寂寞 2023年1月 她遇见一名男公关后坠入爱河 就算已经入不敷出 还是每个晚上去消费 点最贵的酒 累积出合台币数十万的账单 也是这场梦醒的开始 他问我 你怎么会赔我回答 但男公关这时露出真面目 逼迫他期限内还钱 他只好按照指示 开始在日本和香港 澳门等地从事性交易 他赚的钱一毛都没到自己口袋 全部交到东京的皮条客手中 在歌舞基丁地区的辅导团体 20多年来协助无数女性 摆脱性虐待 帮派暴力阴影 根据他们的观察 像这样的牛郎爱情骗子 受害女性在去年 突然包增五倍 研判是牛郎店在疫情期间收入锐减 生活也成问题 解封后不少男公关开始赚黑心钱 设下圈套 诱骗女性上当 日本参议员严孙文夏 曾经试图推动立法 加强对被牛郎店 性剥削者的保护 但法案一直没有成功 根据统计 日本警示厅在去年底前 逮捕140名女子 从事非法性交易 其中四成是为了支付 牛郎店的欠款或玩乐费用 新宿区与牛郎店达成共识 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 禁止20岁以下消费者进入 也不许男公关 让顾客奢账等规定 遏止坑杀女客人的歪风 从事男公关10年的三上瑞表示 他从来没有强迫女性 从事性工作偿还消费账单 但他坦言过去曾怂恿顾客 花费超出自己能力负担范围的金额 但这对受害者优来说 一切都已经太迟 他至今都还在苦海中偿还庞大债务 不知道何时才有脱离的一天 爱情是花钱就能买到的吗 在虚拟世界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产品 一件名为QB AI的公司 推出虚拟伴侣 顾客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外貌和个性 AI女友就能随时陪你聊天 I'm Alice, a 25 years old fun-loving and adventurous girl seeking a partner in crime to travel the world with and mak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If you are new here Let me explain a few things You can chat with me as much as you want And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 and please you in any way I can If you want me to send you a photo You just have to ask it in the chat Like, hey Alice Can you send me a picture of you? And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send you one 有学者质疑这样的产品 正在伤害年轻一代的男性 疫情已经削弱许多人的社交能力 AI女友更让部分男性认为 只要花钱就能享受到恋爱的感觉 与现实世界和真人磨合的恋爱过程 相较起来 AI轻松许多 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曾经有一名男性 每个月花一万美金 约合台币32万 只为了养AI女友 估计这类AI伴侣配对平台 未来可能创造10亿美元的商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对很多的城市建设来说 轨道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代表说交通可以特别顺畅 尤其这一两年来说 对中国大陆的一二线城市 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也是轨道 但是从2023年开始 我们从最新的数据还有财报来看 整个中国大陆29座城市的地铁公司 都出现了亏损情况 扣掉政府补贴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赚钱甚至还负债 总负债高达了台币19兆元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景序 主要就是第一个票价真的太低了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 并没有太好 所以这些投入轨道建设的公司 也没有办法从房地产获利 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城际铁路 26号开通营运 许多民众抢搭第一班首发列车长线 平常我回家的话就可能要坐 广东地铁的五号线 然后再转过山那边 中间的过程的话 可能要耗大概两个小时以上的 但是这条线开通之后 然后这种的时长级程度 至少是一半以上的 这条号称最长的城际铁路 全长258公里 采用地铁化营运模式 横跨惠州 东莞 广州 佛山 赵庆五座城市 共39个站点 实现一小时通勤生活圈 由西向东全程搭完 大约台北到嘉义的距离 票价不到700 几乎是台湾高铁票价的一半 就因为票价便宜 让大陆地铁连年亏损 以前的话每次都要开车 我们家小区也是刚好 楼下就有地铁 然后直接一张票 就可以直接到东莞了 大陆媒体揭露 2023年29个城市的地铁财报 扣掉政府补贴 全数呈现亏损 总负债高达新台币19兆 其中北京地铁拿到的补贴最多 亏损也最大 而卖票收入最高的广州地铁 去年进账新台币331亿 照样不赚钱 陆媒分析原因 主要是硬体造价和营运成本高 低廉的票价难以弥补 得靠土地开发赚钱 但近年房市低迷 原本赚钱的深圳武汉地铁 也油营转亏 大陆高铁近期也因为亏损 被迫票价寒涨 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 未来想盖轨道建设 门槛恐怕又更高了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中国大陆 各地发生天灾 尤其是华南受到了暴雨的影响 让安徽出现了污塌的情况 除了市区有很多道路被水淹没之外 有一栋20多年的民宅 五层楼高 一次也因为强降雨导致地基被掏工 所以说整栋楼都塌了 造成了四死意识上的悲剧 另外在四川则是出现地震 山区出现滚滚烟尘 土石不断崩落 27号上午11点07分 四川梁山州牧里县 爆发瑞士规模五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八公里 这也是近年来震感最强烈的一次 我们那个震室爱德山的 我们在家里面都破坠了 我就在家出来的时候 就到处住在 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当时出现巨大声响 房子晃了大约二十几秒 学校师生赶紧疏散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历经地震的房子没垮 反倒是远在安徽同龄市的这栋民宅 27号下午一点多 却无预警坍塌 居民有五人失联 年龄最大的八十几岁 这场意外导致四人死亡 一人受伤 专家研判可能是因为安徽 连日强降雨 掏空民宅地基所导致 受到暴雨影响 这几天安徽合肥 不少市区道路都被水淹没 车辆灭顶 灾情相当惨重 它那个还是第四地方 路面上的水也往里灌 小区中间的水也往里灌 大陆华南地区暴雨 没完没了 广西玉林火车站严重淹水 电幅梯成了大型瀑布 湖南少阳也因为暴雨 导致河水暴涨 蔓延至道路 多辆汽车被大水冲走 大陆中央气象台警告 本周南方还有两轮强降雨 接连来袭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回答这星期早 黄仁勋现在人就在台湾 但是大家最近很喜欢 而且试图在一些美食景点 希望可以跟他巧遇 而他最喜欢吃的小笼包 其实也跟着曝光 但是同样曝光的 还有他的沙楼店 他最常去剪头发的地方 业者就贴出合照说 每次黄仁勋来台 都会到他的店里来打理造型 已经帮他剪头发很多年了 另外也一度传出说黄仁勋 其实有计划要跟中华民国的总统碰面 但是总统府对外回应说是没有这回事 反倒是黄仁勋来台也激励了台股再度创下新高 首次拿两碟烟漬小菜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 吃美食和店员开新合照 黄仁勋5月16一下飞机 除了去花娘小馆 紧接着又到梨园汤包用餐 不只有美食地图 他的爱店还有 外在台北市中山区庆城街的一间 美发沙龙 业者也贴出合照 黄仁勋回台第一行程就是打理发型 业者称赞他帅到爆表 其实黄仁勋也在这里剪发很多次了 今年1月24黄仁勋也来剪头发 还给了业者印有姓是黄的红包 祝业者新年快乐 也贴文说 期待黄仁勋下次的相职 明显看出来已经是多年老顾客 黄仁勋这次来台也传出江汉总统赖庆德见面 讨论打造台湾AI岛 总统府幕僚则低调表示 目前没有相关行程 但台股表现也跟着黄仁勋在线辉煌时刻 台股27号高点来到21871点 中场大涨238点 收21803点 双创历史新高 延续上涨公式 28号早盘大涨超过百点 高点来到21917点 再创新高 AI概念股即加涨约0.4% 伪创涨约3.4% 台积电开低在867元 随即震荡翻红 股价最高来到873元 上涨4元 涨幅0.46% 但分析是认为27号涨幅太大 28号大盘呈现霞幅盘整的走势 这几天呢 这个大盘的走势呢 是比较稳定 这些AI概念股呢 应该还有一些这个表现的空间 ComputeX展前 官方也举办竞赛 展示了获得永世长的产品 像是模组化笔电 使用回收材料制成 UPS电容器供电寿命长达10年以上 又伺服器移入能源管理 协助行业推向净零碳排 也跟上全球ESG趋势 特别新闻终于乱亡新闹草热人台北才报道 不过说到ESG 要如何解决全球暖化 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但是如果科技加入的话 的确可以省力不少 Google就透过AI 来帮助海洋降温 也达到生物的保育 澳洲最南端塔斯马尼亚海域 过去五十年来大片海藻林消失 现在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五 还留存下来 连带生态系统也受到威胁 破坏珊瑚礁和海藻的共生环境 最大元凶就是暖化 科学家现在决定 从存活的海藻中 寻找出它们的抗热体质 重新赋予嘴上说来简单 但海底实在面积太大 宛如海底捞针 期待多亏Google AI新技术 可以帮助富裕 透过Google团队 制作地图加快制图速度 以及确认所有海藻状态的过程 另外还能迅速分析抗热基因 尤其当地是不少特有种的棋地 专家不乐见多样化生态告终 这回借由科技力求环境永续 不让绝美的海底景色 消失殆尽 TVBS新闻读不到 大家为什么要使用穿戴装饰呢 一般来说还是在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 或是观测你的运动效能 但是未来通过穿戴装置 你也可以像钢铁人一样 飞上青天 看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疯狂博士 多伦多大学教授曼恩 70年代就开始打造穿戴式装置 号称穿戴科技教父 他眼里的世界 也跟一般人的想象很不一样 像这样易于常人的穿戴装置 并不是特例 除了把一般我们生活中 常用的穿戴配件 融入科技 一些能够赋予人类超能力的穿戴装置 也开始启发更多的想象 戴上防护装备 还有喷射背包等装置 像钢铁人一样的飞行梦想 就这样跟着直冲天际 在都外举行首届喷射背包飞行赛 虽然看起来很超现实 但业者强调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比赛 更是在凸显人类的操纵能力 除了背上天 穿戴装置还能帮忙完成 三头六臂的梦想 东京大学的道剑教授 推出自在化身体的概念 透过穿戴装置 要让人类有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多出的四肢手臂 还不能帮忙进行日常事物 但灵活的动作 已经可以在艺术当中 人际合一 对于这多出来的四肢手臂 不只是期待能发挥艺术作用 更多填马行空的想法 或许也能实现 东大教授期待人际合一 在机械手臂方面还没实现 但在瑞典却已经能让 手臂跟机器完美运作 利用微晶片植入 让科技不只是要靠穿戴 作为媒介 而是真正融为一体 虽然只是在瑞典 进行小规模的测试 但已经有望改变 人们与科技互动的方式 TVBS新闻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如果您在播剧场—— 明天就请您的igare